只關心錢繳了沒 曾被民眾黨主席柯文哲罵狗的 前黨中評委林樹暉 退黨後傳賴給柯文哲 不再被已讀不回 還反被追討20萬元 典型的弱麻當有氣 人家只是在哄四大 你好歹要全力一無要相符 那市長你會繼續跟他追討這批錢 你追討到了嗎 那都已經退黨了 明明我已經退黨了 他還跟我吹這個款 是什麼樣的意思 當然會覺得說好像叫被討賽一樣 柯文哲當回正職黨主席後 準備打2024總統大選 當然就要有錢 但總統規格需要的迎戰相當可觀 就算民眾黨每年有8000萬選舉補助款 光是人事、活動等收支 每年幾乎打拼 柯文哲要拼選舉 財務壓力不小 民眾黨是很缺錢的嘛 不然為什麼我會昨天去思訊林樹暉 他的財務上基本上都不是非常充裕 就是說他沒有所謂的開源的能力 那他開源的能力不足的情況之下 他就會想辦法去 等於說往黨內去找這些金牛來炸嘛 什麼是金牛 那就是所謂的中央委員跟中評委 柯文哲要開拓裁員 而離開民眾黨的人也得謀深入 當柯黑也成了賺錢的職業 像是剛退黨的林樹暉 跟前黨中央委員張藝善 近來就變通告咖 頻繁被邀上節目 對你之前的組織有非常多不滿 這個我相信是一定的 這些不滿發現完之後 那你還有沒有這個其他的一些能力嘛 也不是賺不賺錢 對啦 過去結下的院總是要還 只是曾是自家人殺傷力更大 柯文哲只能自我安慰 柯黑受政論歡迎 自己也算功德一見 TVBS新聞朱光宏立平台北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